裝成一個模樣 愛似個晴郎 馬一聲浮行 出手他不容讓 共上一個牌位 歸一住高鄉 我們家的女人 都是這個樣 看山有多高 河水有多麼長 一杯杯的月亮 是晴寒之光 光圖地的人哪 怕心智高昂 烽火起初 我們恩生死同往 有意思 接著說 許多戰士都反應 他們都想到宮校去參加學習 我覺得呀 他們說得都很對 您看啊 這個我們新衣團 都是以前自衛團的老班底 許多人的思想覺悟都比較低 有的人甚至還想過以前 吃喝玩樂的糜爛生活 是啊 對他們的改造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所以我打算讓戰士們分期分批地 到宮校去參加學習 接受黨的教育 改造他們的舊思想 我看行 陸中尾 您看這件事 是不是向葛司令員匯報一下 葛司令還帶著老一團和老二團 到禁中執行任務去了 我是宮校的校長 這事我就可以定了 葛司令員去執行任務 我怎麼不知道呢 我的意思是說 我還想上新衣團哪 多參加幾次戰鬥 在實踐中呢 多長一些經驗 上課 易同志 這個事啊 你知道就行了 注意保密不要外出 盧政委 您就放心吧 好 站住 幹什麼的 我們走親戚 走親戚 什麼親戚 找余地幫 余長官 你們是余長官什麼人啊 看見沒 車上坐的可是余地幫的娘 讓我們進去 這 這位是夫人 怎麼回事啊 裴長 這位夫人說是余長官的娘 夫 夫人好 快快快 放輕 你認識我呀 夫人認識認識 那還不趕緊讓我們進去 對不起 余長官吩咐過 任何人進去都要檢查 她可是地幫的親娘 對不起 這是余長官的命令 這位長官 這可是地幫的娘 是你們這些男人摸來摸去的嗎 混賬東西 余長官的娘也要檢查嗎 還不趕快放輕 是 夫人請 夫人請 還不趕緊把馬車拉的呀 好好 沒眼力勁 走了走了走了 葛德妮親自給我拉馬車 葛德妮 想啥 你也以為今天呢 你等等 我收拾完你兒子 我再收拾你 快點快點快點 啊 到了 葛德妮 前面的事了 史太鳳 你等我一下 我馬上就回來 你幹啥去啊 葛德妮 葛德妮 dran 你來 你快點結束吧 你最近沒有? 快點結束 不然 你來 你乾脆 其這個igt 我没有啊 还说没有 姑奶奶 我亲眼看到你 从余定邦的狗窝爬出来的 还说没有 大妮妹子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没有想听 我还把脏了我的耳朵呢 走 跟我回去 去哪儿啊 去见余定邦啊 他是汉奸 你是汉奸 我现在也是汉奸 咱们三个一台戏 今天就要把这台戏 唱出响动来 我不能去啊 为啥不能去啊 去见你的主子 又不是千八路君 你怕啥 大妮妹子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葛达妮呢 我也不知道 他跑了 跑了 你说啥 上官开机叛变了 啊 你又站起来 他跟茗盛 aspectsу来 去龙泉镇报告鲁众的 仔细献 是 你的人 很熟悉 你吗 你挺多的 你都想了解 你啊 这么准惹你啊 他又是问我借枪 又是问我借手榴弹的 他说他要杀了我儿子 一开始我也不答应 可是他就急了 他拿着斧子说是要杀了我 不是 葛大妮来杀鱼丁帮 你来干什么来了 我也是去杀我儿子的 你 你杀你儿子 不是 我们俩说好了 如果我儿子能回头的话 我们俩就劝他去自首 如果他不能回头 我们俩再杀了他 那葛大妮是个疯子 他杀鱼丁帮我信 你杀你儿子 这话你听了你信吗 余家的女人丢命不丢脸 你 你什么时候 又成余家的女人了 这余家的规矩 让你当屁放了 大妮也说过了 余家的规矩 不再是余家的规矩了 是共产党八路军的规矩 不是 他说啥就是啥 行 我不跟你说这个 不是 那葛大人进你家大院了吗 没有 我亲眼看见的 而且丁帮也不在卢村 我听里面的人说啊 他好像去了石门镇了 他会不会真的去了石门镇啊 我爸爸看看去 你在这儿等着 等我回石泉寨通风报信 我在回来找你 上官开机这狗日子不能放过 兵一帮也不能放过 大妮卫子你不能放我啊 我真的要去龙泉镇 向鲁正伟报告的 那谁通风报信啊 我告诉你 只要你说的话不是放屁 我们把余定邦和上官 开机处置了 我就不把你当汉奸 我还记着你的功呢 自个儿待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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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大缝 人呢 少爷不得这儿 姓鲁的同意了 他同意了 你们今天就可以把一营 带到龙泉镇去 他们老一团 是不是住在龙泉沟啊 老一团和老二团 都已经开拔了 开拔了 跟着葛正伦去河北 反扫荡去了 消息确实 龙玉达亲口说的 恭喜团座 您这是又立了一功啊 大的阁下 我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消息 黄河纵队的两个主力团 已经离开了他们的根据地 黑虎山去了河北 留在黑虎山和饅头山的主力军 只是上官开启的新一团 和于老三的新二团 现在上官开启的新一团 已经掌控在了我们的手里 也就是说能和皇军作战的 只有刀客部队 大作可强 这可是大日本皇军 一举拿下巴鲁军两个主力根据地 的最好时机 你已经有计划了 对吧 对 就在今天晚上 我们的人将会在黑虎山和龙泉沟 同时行动 控制黄河纵队的司令部 县委机关和他们的攻向 于老三的新二团 如果知道这个消息 一定会离开石泉寨 全力地增援黑虎山和龙泉沟 大作河下的部队 这个时候就可以乘虚而主 一举倒回石泉寨 然后 然后再回过头来 两面夹击 把你家军消卖在黑虎山里 大作可下阴 再就你一个人呢 丹尼妹子 你去干啥了 大家伙都在找你啊 于老三呢 三哥他们都出去找你了 那白政委呢 白政委也跟着出去了 去哪儿了 这领导的事我咋能知道 你到底干啥去了 让大伙着急 丹尼妹子 大妮姐 你回来了 哎 柱子 小三嫂子他们呢 小三嫂子和三哥 都出去找你了 把马给我试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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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子 等三哥他们回来 告诉他们 上官开机又头块鬼子 当汉奸了 哎 你等等 待会儿把话说清楚了 来 来 来 走啊 走啊 你咋不走啊 走啊 走啊 你咋不走啊 走啊 走啊 你个畜生 你他妈敢摔我 哎呀 畜生就是畜生 连好人都欺负我 你滚吧你 你走 你滚你 没有你姑奶奶一样跑 奶奶奶 我看他 谁在说我姑奶奶 我 我说 我说我是罕奸 有见过去杀罕奸的罕奸吗 有见过 给他们八路军 通风暴行的罕奸吗 谁在说我是罕奸 我 我先把他 当罕奸处置了 奶奶的 累死我了 站住 你干什么 我 我是罕奸 不是 我是来抓罕奸的 是你自己说的 还是罕奸的 还把狡辩 我搭去吧 哎 那个 小屁股放开我 我是罕奸处置了 我不是在罕奸处置了 在哪 就是他 哎 我咋看你这么眼熟啊 咱们在哪儿见过吧 你是葛大尼同志吧 我是黄河纵队 西医团医营副营长 卸过程 咱们在十全寨也见过是吧 是啊 放开我了 小同志 你们的警惕性很高 可他真的不是罕奸 是我们的同志 好了 去站好你们的岗吧 走 走 葛大尼同志 有什么事吗 我哥呢 我找我哥 司令员在啥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 你有什么事情 和我说吧 我负责向上官团长 和鲁正伟汇报 上官团长 就 就是上官开机啊 是啊 他现在跟余鼎帮混在一起 他现在是汉奸 等一下 你说上官团长是汉奸 这话你听谁说的 来不及了 别走别说吧 快走 你走快点 饿气啥呢你 葛大尼同志 这边呢 这边呢 不对 这是棺材高 上官开机住西头 你对赵翁铺很熟 我带丁邦给他姥姥上坟的时候 我来过 走吧 丁邦 这汉奸一丁邦 我是他宁 森长 葛镜长 咱们赢啊 马上要去龙泉沟了 可是一连汉三个战士找不到 太自由散办了 是啊 要不怎么说要加强思想教育呢 你是老鸡鱼探的人 赶紧帮这找找吧 行 这事交给我了 别忘了 一十万钟 就是nyt的 今宗道 葛大尼 你来干什么 你说我来干什么 上官开机 你就是狗改不了癡屎 你就是一个汉奸 你穿着人皮 你也是个畜生 葛大尼 怎么这么说话呀 你不正没事吧 我见过你 我知道你是八路军的大首长 我也知道你 你的名气一点也不比我小 这个混蛋 他投靠了于定邦 他是汉奸 快把他抓起来呀 什么 不是 葛大尼啊 你什么意思啊 这平牌无故地 跑这儿来冤枉好人嘛 你也算人 还好人 你要是好人 这人世界上就没坏人了 你快把他抓起来 你快把他抓起来呀 你放开放开 我 你得相信我呀 葛大尼啊 我以前是给日本人做过事 可我现在是八路军了 这鲁政委可以证明 你哥也可以证明嘛 葛大尼 你 既然你说他跟余定邦是一伙的 你有什么证据 许庚子告诉我的 许副团长 他在哪儿告诉你的 在卢村 情况有些不对 上官开议可能暴露了 我问的情况很隐秘 怎么会被暴露呢 葛正伦的妹子葛大尼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现在已经在吞布暖了 那我们怎么办 看来我们只能提前行动了 这不合适 与长官命令我们晚上行动 如果提前行动会打破整个计划 那万一姓鲁德相信了他的话呢 我看未必 姓鲁德对相信上官开机 怎么可能相信葛大尼呢 再说了 葛大尼是让背负着汉奸的名誉呢 那这样 我们做两手准备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就按原定计划行事 如果出了什么刹子 就先把姓鲁德抓起来再说 是 是 诺 我知道了 这么说 你是去了卢村 是 那我问你 卢村是汉奸忠义救国军的老巢 你去那儿干什么 我去杀汉奸余定帮 什么 余定帮死了 没呢 我还没腾出手呢 团长 我 既然你说 是许副团长叫你来的 那他自己为什么不来报告 而让你来呢 他 他 他我 我 葛大尼 我上官开机 率领自己的队伍 参加了八路军 李万中和余定帮 一直都是耿耿于怀 想置我于死地呀 你不会是余定帮 故意派来陷害我的吧 你再把放屁 余定帮拼为什么派我来 他什么东西啊 余定帮是什么东西你还不知道吗 是谁把余定帮从实权债救走的 总不会是上官开机我吧 赶紧 放走了汉奸余定帮 我们队你已经够宽大子了 既然政府给了你出路 你就应该好好生活 好好改造 争取立功赎罪 可是你呢 却跑到这儿来 下海八路军的干部 你这样子对着起你哥哥吗 对着起你女儿吗 我 郑队 你咋就不相信我呢 但是我找不到相信你的理由 我更找不到 怀疑相关台长的理由 本来政府让你在石权债 是接受管制 可是你呢 却跑到汉奸余定帮的住处 就从他那儿跑到这儿来 编造出这么一个 叫人根本无法详细的固执 你自己说说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他真的投靠了余定帮 就是汉奸 汉奸 葛大利 我问你 许根子现在在哪里 在卢村 许根子是新一团的副团长 他为什么要去卢村呢 我怎么知道 这个人你要相信我 我在余定帮的院子 看到了许根子 我把他抓起来 他告诉我 他是那投靠的日本人 你快抓他呀 你快抓他呀 大妮妹 你别碰我 大妮妹 从前人都说你糊涂 我一直都不相信哪 我认为你很聪明 没想到你是真的糊涂 你宁可相信 站在余定帮旁边的许根子 也不愿意相信 和鲁政伟站在一起的 上官开机呀 我赔 来人 到 我都滚进来 到 到 你别让开我 你陷害法禄军的干部 而且有通敌的嫌疑 我们有必要对你进行审查 你不抓这个卖国贼 你现在反而要管我 这是抓贼的 你 你到底是巴禄军 还是汉奸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们不是抓你 是对你进行必要的审查 这样 快走 别过来 快 我别过来 我赶紧 你把枪放下 我不放 你这么做是罕金行为 你知道吗 不是罕金 他 他那是罕金 下罕金 下罕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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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正伟 就疯了 简直是疯了 真正 太笔了 嵐疑大 卢毅达的解论员跑进去了 会不会是抓上关开机的 如果上关开机暴露了 那我们就得提前动手 放开我 你们抓错人了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上海开死一个混蛋 你们抓错人了 这 卢政委 我请求组织 对我进行审查 你的表现有目共睹 组长对你完全信任 谢谢卢政委 谢谢组织 卢政委 这曲根子会不会已经 投靠了汉奸余定邦了 这些什么 这些什么 组织团长平时表现怎么样 他平时表现得还算积极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举动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和余团长和葛大妮他们 走得近了一些 他平时称呼余团长为余三哥 称呼葛大妮为大妮妹子 不像个军人 倒像个刀客 我早就说过 这种土匪习气的人 是根本靠不住的 相公团长 你马上派人 查清十根子的下落 同时要密切注意卢村敌人的动向 是 卢政委 你还是先去龙泉镇吧 战士们还等着听您讲课呢 这儿的事 您就放心地交给我 我会妥善地处理 然后 我立即到龙泉镇向您汇报 好 上官团长 你立即派专人 查清葛大妮的情况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 如果他只是听信了 徐根子的一面之词 就把他放了 我们还是要注意跟余花龙的团结 毕竟她是余花龙的女人 又是葛司令的亲妹妹 陆正伟放心 我一定会妥善公正地 处理好这件事 绝不会给咱八路军 带来任何麻烦 那好 好 一路保重 段总 为什么现在不把他们拉下 他 他的那些警卫员 都是从延安带过来的 个个骁勇善战 弄不好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放心吧 他躲得过现在 躲不过今天晚上 二营三营那边安排怎么样了 放心吧 团总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只要龙泉沟一打响 我们就立刻铲除到八路军 安插进来的人 他们只是一部分的机关人员 和少良的警卫部队 根本就不是咱们的对手 余定帮那边怎么样了 可别让他们把咱给涮了吧 余长官现在两部团 已经秘密地向野机领去靠近了 我们现在就等着余老三他们来了 嗯 记住了 大归大 但不能把加点苹果好 是 如果没有了这支队伍 我上官开机在日本人眼里 就啥都不是了 明白 哎 葛丹丽呢 在那边摇动关着呢 嗯 团总 要不要把他 嗯 不急 到了关键时刻 他或许还是咱们的护身符呢 是 葛大尼啊 谁让你到黑湖山来了 这不自逃罗网吗 这笨 吃饭吧 你们鲁正伟呢 鲁正伟他走了 走了 他不是要审我们 他去哪儿了 当官的事 俺一个伙父哪知道 你先吃饭吧 那 那上官开机呢 他在哪儿 不知道 我只管做饭 大兄弟 你去帮我把上官开机喊来 我找他有重要的事 啥重要的事啊 啥重要的事能跟你说呀 我们上官团长忙着呢 哪有工夫搭理你这个女汉奸 你快吃饭吧 这 你说啊 葛大尼去找石宰缝 去要枪跟手榴弹 本来是去杀余定邦的 结果这一转眼 人就没了 连石宰缝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那我们去外边找他的时候呢 他又回石权来找咱们俩 你说这一来一回的 他唱的是哪一出啊 董哥 师 有消息了 朱子 把你刚才说的话 再跟余团长和白正伟说一遍 今天快上午的时候 八嫂去三哥家里来找人 我说三哥和三嫂都出去找他了 他和我接了匹马 匆匆忙忙就走了 那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他好像是说 上官开机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了 什么 上官开机投靠日本人了 我觉得他也是说胡话的 上官开机可是咱八路军团长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 我当时也没当回事 中午喝了两口酒 就躺在马棚里睡着了 怎么没喝死你 行行行行 回去吧 上官开机投靠了日本人 上官开机投靠了日本人 对了三哥 咱都把自己跑回来了 可是没见八嫂 走吧你 老白 你说这葛大妮 能不能在卢团见着上官开机了 不会 今天上午 老鲁约我去看新衣团的训练 上官开机他一直都在找王铺 不可能分身去卢存 不是那怎么葛大妮会说 上官开机投靠了日本人呢 葛大妮在新衣团 还有没有其他的熟人 没看谁熟 那只能是许甘子吗 是许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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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一定是在卢村碰到许甘子了 他自己也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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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人 不 帮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个狗汉奸 你该骗我 我没骗你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 快跟我走 别过来 快 快走 快 站住 快走 站住 等等 别开枪 别开枪 赶紧跑了 谁把他放出来的 看背景像是学府团长 五根子 吃里他外的混蛋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追啊 是 等等 推福官 不用追了 不 你们先撤吧 先回吧 是 可他们回去以后 一定想十全债报信啊 旅长官正成没人去报信了 evolution 快对 快坐 桌了 你不是说 那个知asting 上官开机 投靠余定邦了吗 他真的投靠余定邦了 那我咋看见 你才和余定邦在一起 上官开机 跟巴陆娟在一起呢 上官开机 派我到卢村的 他派你干啥呀 他派我去联系余定邦 谈今晚暴动的事 他说了半天 你才是罕奸 我没打算真当罕奸 我想悄悄地去告诉鲁政委 谁知道遇上你了呀 那个鲁政委 他就是糊涂蛋 他连我的话都不信 怎么可能听你的呀 还说呢你 我让你去石泉寨搬兵 谁让你来赵王铺了 傻乎乎的 我怎么会喜欢上 你这样的女人 你说什么呢你 谁还没说 我本来去石泉寨了 那余老三和白政委都不在 我才来了赵王铺 可你这么一来 这不把事就搞砸了吗 这种事不能当上官开机说 只能悄悄地告诉鲁政委 提醒他注意 还等啥呀 咱们现在就去说呀 跟我哥说也行 他们早就不在黑虎山了 要不是因为他们不在 上官开机也没胆子叛变 那找鲁政委 你把事都搞成这样了 鲁政委还会相信我吗 那 那你说 你说咋办 只有去石泉寨搬兵了 鲁政委 鲁政委 科兰 或者打你了 鲁政委 余三哥 情况就是这样的 白政委 八路军队友不错 我真的不想跟他们 掺和在一起 都是因为 葛条沟的事 葛条沟的事 果然是上官开机策划的 是 上官开机开始 只是不想去扫荡葛条沟 但是没想到 小野他那么残忍 这都怪我表弟谢国成 他一直在余定帮身边 当副团长 他潜入到新一团 就是为了监视上官开机 这都是我太糊涂了 也就是说 余定帮的人 已经混进了 新一团的各个营 对 人还不少 都是以老百姓的名义 混进去的 他们准备几点暴动 功效上业课的时候 上官开机准备 以鲁政委的名义 把八路军派到 新一团的干部 全部召集到龙泉镇 把他们一网打尽 老白 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了 赶紧行动 等等 上官开机有三个营 分别在赵王铺 野鸡岭和九里营 而且由谢国成掌控的 一营已经开到了龙泉镇 这个事情是对我们 威胁最大的 老白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带着仙二团一营 去龙泉沟 你带着二营去野鸡岭 老五 九里营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石泉寨必须要留下一个脸 以便有个赵营 白政委放心吧 石泉寨有我们呢 郭哥 你们女人不行 记说啊 这样 我给你留下一个脸 一旦有什么情况 联合东莲池 一定要坚守住 我们马上回来 我知道了 还有 西莲池能联合就联合 好 走吧 好 出发 不告 证官 石泉寨的八路军已经往黑湖山的方向去了 多少人啊 一共三路 一路奔了赵王铺 另外两路奔了野鸡岭和九里营 新潮出洞了 我看余老三是不想要他的谈谈惯惯了 立刻报告黑木大佐 让他们可以顺利地去石泉寨 是 你 命令三个团一起出洞 把他们的后路全堵上 我要让余老三进得了黑湖山 出不了阎王殿 是 清部官 走 走 四点 你啊 待会儿和日本人一起去石泉寨 进了村子以后干什么都行 就是不能伤害我娘和孩子们 记住了 谁要敢动他们一根手里头 全都给我毙了 是不是人能听咱的 我已经和黑木大佐打过报告了 我们有人看洛杉寨 给我们行马出来了 是 我 动手 我们办这个工学的目的呀 就是为了消除 目前我们一部分部队当中 存在的匪器 怎么回事 陆正尉 会不会是鬼子来了 什么 鬼子 住的 怎么回事 集团翻面了 什么 什么 上官开机 人呢 娘的 冲人过去 警长 快 你带人出去 我是掩护你 不 陆正尉 你带人先走 别整了 快点 我再给你抬走 放三连抬走 接着 一会儿我跟东西打过来了 撤 快撤 撤住 别动 快 别杀我 别杀我 我有重要警报 我要将功赎罪 你说日本人要攻打石泉寨 这都是余定帮的一箭三雕之计 策反新一团 消灭新二团 打平石泉寨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东连城的民兵不是日本人包围了 你根本也没跑出来 谁在吃呢 潘老大不是大爷和他们一起打鬼子吗 怎么没动静啊 你看潘老大打鬼子 他牙都西边出来了 清楚 你去想办法让潘老大他们参加战斗 他们进行手 只要再猜敏攻打一下 也能天之他们怎么会回来啊 他满满苍天 离歌长遍 几万里风火远 几人能够回欢 山下路密码平整 天上云变黄万千 空长北溪 多不留情缘 谁怨风杖无羡 一段情不随人缘 一滴泪黄土碍恋 一场角恋 不本来 人世间 情人离三山河边 草木枯虽也不眠 寻寻恶与待惊天 地府 天凡 山下如意满冰川 天生云变幻万千 浮沉悲喜 徒不留情与缘 水月风过红线